好,各位同学,大家早 我们今天介绍的是资料库 那资料库里头呢 它有几个名词先要弄清楚 什么叫database 什么叫table 什么叫record 什么叫field 那一般我们讲水平列叫做row 垂直叫做行 因为常常有人翻译啊 水平跟垂直 row跟color正好相反 所以我们在以资料库来讲 水平叫做列 称作record 垂直叫做color 叫做栏位field 那我们逐一讲下来 既然我们讲资料库 就是资料的大仓库 那各位看 以我们excel 这些试算表来看 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些对应的说明 一个档案 excel 我们下面有很多工作表 每一个工作表 都可以放一些我们所谓的table 就是我们的资料的table 那这些table呢可以好多个 好多个整个档存起来 我们称作这个档案是存放一个资料库 那里头的每一个工作表 长相都是有水平列 垂直航 他用abcd表示 水平一列一列一列 所以每一列 刚开始的第一个 我们称作标题列 那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栏位名称 就是这一个栏位名称叫姓名 这个栏位名称叫电子邮件 这个栏位名称叫手机 这个栏位名称叫性别 每一个垂直航 我们就称作它是一个栏位field 那这里头一个表 这里一个表 所以我们所说的工作表 试算表 我们对应到资料库 你把它想成叫table 这叫一个table 这是一个table 每个table都有标题列 对应的栏位 一个标题就是一个栏位 里头对应放资料 所以以这个订单的工作表 我们就称作叫table 也有人翻译成叫做资料表 assess就称作资料表 然后你的每一个水平列 对应的资料 我们称作record 垂直的就叫做field 叫栏位 每一个栏位 它的资料形态是一致的 所以你这个是输入日期 就输入日期 不会输入日期 突然又有文字跑出来 所以这个栏位的属性 是一致的 像产品名称 你就直接就是产品的名称 你不会在里头再打上价钱 这是数量 为数量 那我们的一个栏位 你就要考虑到 它到底多宽呢 也就说要摆多少的资料 也就说 以姓名来讲 中文姓名 最多欧阳无敌 一般正常的话 复姓四个字 中文四个字 所以你的栏位宽度 如果设定的是宽度为四的话 表示你能打四个中文字 或四个英文字 就是宽度为四 那电子邮件 一样看你宽度要设多少 如果你设的不够宽 你输入资料 输入到假设你输入十 到时候宽度为十 当达到十的时候 就没办法输入资料了 所以我们在设定栏位宽度的时候 一般都会设定最长的 就是这个栏位 可以容纳最长资料的宽度 那手机呢 各位可以发现到 它本身虽然是数字 可是我们不会去计算 所以虽然是数字构成 可是它还是文字 不做加减乘除 所以我们把这个数字 称作文数字 文字的数字 不做计算 那性别呢 当然你把男女就一个中文字 所以你宽度给他设一 手机一般我们设十 以台湾来讲 手机十个字长 OK 那产品来讲 我们有名称跟单价 那因为所有的资料库 看你用哪一个资料库 有的资料库 只让你输入是整数 有的可以让你含小数 跟甚至还有时数 所以看你设定的格式 用什么资料库 OK 所以你既然有资料库 那既然有很多的资料库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有个database files s 复数加s 表示很多的资料库 那我就要有一个管理系统 所以我们一般把很多的资料库系统 我们就称作dbms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也就说他要管很多资料库 我们现在讲的资料库 都是资料非常非常的多 以T来计算 Tigabyte 所以呢至少是T级以上的 所以基本上 我们所讲的资料非常的多 所以要一个管理系统 而如果我把这个资料 各位可以发到 我有日期 产品名称 数量 姓名 电子邮件 手机 性别 单价 小记就是数量 乘单价 我这做一个表来看的话 这如果是我要显示的结果 那我的资料 可以来自于很多地方 再给它结合起来 可是 如果你的表格设计 资料表的设计 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标题列 就是栏位 对应的资料 如果你是这样子输入资料 那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某一天 10月11号 这位姓名叫孙三的人 照前孙礼 孙排行老三 叫孙三 好 他本身 买了那么多的资料 就是那么多的产品 所以他的相关资料 姓名 电子邮件 手机 性别 这一堆 这些资料 是不是发现到 重复一直出现 好 你说这边资料少少的 没关系 可是我刚刚讲 我们玩资料库 都是T级的 那你的这些资料 如果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 重复的很多的话 相对的 就占空间 那如果资料量大的话 那就占了空间 太多重复性的资料了 所以一般 我们会把这些资料呢 想办法切割 怎么切割呢 我们就先做一个 Normalization 正规化的动作 那正规化呢 它有分很多阶 第一阶 第二阶 第三阶 一般做到三阶 就差不多了 有它 这个标准的规矩 一直下去 我们一般呢 最起码开始 第一阶 一定要做到 第一阶 是什么呢 第一个 你一定会有个组件 然后呢 这个组件呢 我们称作 Primary Key 或Unity Key 也就表示 但是这个栏位的资料 本身不会重复 也不会有空白 所以如果你一个Table 有设定组件 主要是要跟别人 别的Table 结合起来 方便找资料 因为它的唯一性 才不会造成 你找资料的时候 有重复的资料 所以你设定的组件 一定不会重复 也不能空白 所以不会有重复 那原则上 我们的资料库 都会遵守 这个 你一定是 栏位的内容 本身形态 一定是一致 所以里头的资料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一定是 同类的资料 不会混搭的 都是你日期就日期 你输入数字就数字 好 那我们看看 怎么把它正规化 以这个客户而言 同样一个顾客 同样的日期 那结果你买了 同样数量的东西的时候 你怎么去辨别 是哪一个 所以 当你的记录 是有重复的资料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你不好辨认 到底是哪一笔交易里头的数量 因为这个数量 会牵扯到扣库存 那你19笔是扣库存的哪些笔资料 所以就会容易 不容易辨认 所以我们就会加一个栏位 这个栏位叫交易的ID 当做一个key 能够分辨 资料 它重复的时候呢 到底你讲的是哪一笔 所以会有个key 把它加起来 那一样 我们的资料里头 不会有空白的列 也就是record 不会有空白 一样垂直的栏位也不会有空栏 不会有这种情形发生 所以我刚刚讲的 同一天发生相同的东西 我们就刚才会加个栏位来做区分 那同样的我们也不会说 相同属性的东西 都给它放好多栏 你看不喜欢的食物一 不喜欢的食物二 不喜欢的食物三 哇那惨了 你到时候要搜寻资料的时候 是找不喜欢的食物一 还是二 还是三 还是每一个都找 这样会影响搜寻的数率 所以基本上我们不会做这个 相同属性的东西 重复设定栏位 那所谓的重复群呢 是指 我一个栏位里头放好多笔资料 我不喜欢的食物都点 有没有 都点 都点就等于我不喜欢三种 变成这样 这种输入的方式 大部分是有人在用Excel输入 用这种概念 那所以我们不会把它变成 一个栏位有好多笔资料 我们就可以把它展开 就是同样是JIM的人 他不喜欢食物有这个 有这个 那这个人呢 不喜欢食物 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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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把它转成这样 可是刚刚有的就讲 那转成这样 不就是又造成重复呢 你转成这样 这是我们所谓的第一阶 先正规划第一阶 那待会再来用第二阶来解决重复性资料的事 OK 好 所以我们第一阶来讲 他是先做完第一阶 第一阶完做完才会到第二阶 再一次往下做下去 OK 所以第一阶的规则就是 资料中有组件 那其他所有的栏位都相依 什么叫相依呢 就是这个跟他有相关 就是我一个员工编号 你姓名单独成立 是姓名 可是我的姓名跟这员工编号有相关 就是他是员工编号一 那员工编号一的人 他的性别是男 员工编号的人 他是生日是几号 员工编号的这个人 他的地址是什么 那每个栏位都会放单一的值 不会放成像电话 我放两栏 就是两 两笔资料 放一个栏位 常常在做Excel的人 常常会把这两个资料 给他合并 合并储存格 我们是不做这种事的 就是一个栏位 就一个对照的资料 同样的 刚才我讲的 你的栏位名称 学生不会不喜欢食物一二三 那是不是把它调整 那我们刚才讲过了 所以先把这个资料调整正确 然后才会往下做第二阶 例如说 以这笔资料 以Excel来讲 这个人 这是老师 学生有三个 你不会把它用核定把它串起来 然后呢 你到时候找资料的时候 先要找到栏位 再去找资料 或走某个老师的某个资料 你这样找起来不好找 所以你会把它展开成 Excel 老师 老师 学生 变三笔资料 那各位发现到 它重复了 怎么办 我们就 不想浪费 储存空间 我们再继续压缩 所以这时候会讲到 关联式的资料库 因为我们把一张表 拆成很多表 而很多表 要并成一个表 那怎么把它关联起来呢 所以你就会有一个 我们刚才讲的主key 还有foreignkey 然后把它串起来 好 所以 现在你看到的 这是个别的table 我们如果把它切成 个别的table的时候 姓名 电子邮件 手机 性别 这是一类的 那产品名称 跟单价 这是一类的 日期产品名称 数量 这个订单 这是一类的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猜的话 我猜成这样子 每个猜法 每个人不一样 代表的意义不同 那当然 我现在先这样猜 发现到有重复的 我把它这样猜 我猜成这样的时候 各位可以翻到 产品 我就多了一个产品编号 因为每样的产品 因为每样的产品 我不同的产品 我都有一个 个别独一的 编号 这个叫做 Primary Key 不会有重复的 那对应就有一个产品的名称 跟它的单价 所以我要找哪个产品的时候 我只要对应到编号 我是不是就知道产品的名称 跟单价了 同样的客户也是一样 我是不是又多了一个叫 客户编号的主key 所以 我这个编号 就对应到 唯一的一个客户 那也就是说 同名同姓不同的客户 它的手机一定不一样 所以你的客户编号 应该也会不一样 是不是就可以区隔 我同样是叫做姓名的人 可是我还是一样 可以分辨的出来 所以我们有个 Primary Key的目的 主要是 唯一性 唯一性 资料的唯一性 那如果我是用 这个订单的这个架构来看的话 这个订单编号 各位可以看到 它有重复 有没有 所以我不能设它为 Primary Key 那各位看 它这里头有一个客户编号 那客户编号 是不是可以对应到 客户党里头的客户 所以我如果用 C001 是不是可以找到对应的 这个客户 叫做 赵一 电子邮件 手机 跟性别 我用客户编号 可以找到对应的客户 产品编号 是不是也可以找到对应的产品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关联 然后我对应到它 同样的这个 我的产品编号 可以对应到产品编号 所以 这个 订单档里头 目前的订单档档 我没有订定 某一个Primary Key 那我另外的看你的架构 可是以这个档案来讲 我是用这个栏位 对应到别的Table里头的Primary Key 所以 以这个Table来讲 它对应是它主Key的 叫做Foreign Key 就是外件 也就是说我透过一个Table 透过外件 来连到别的Table的组件 所以 这个叫Foreign Key OK 所以我们一般 专业的画法 是用栏位名称 代表Table 然后呢 就画线 把它连结起来 所以 我们说 这叫做 关联式资料库 关联式资料 用 这个对应的组件 这是产品编号 客户编号 黄的 归黄的 可是我的蓝的 是透过对应那个表里头的组件 是客户编号 可以带到这个资料 产品编号 也对应到另外一个Table的组件 可以找到它的单价 所以 既然有 关联式资料库 就有 关联资料库的管理系统 我们称作 RDBMS 你只要是关联式资料库 就会有所谓的组件 外件 就是Table里头 会有组件 也会有外件 看你怎么运用 那你要运用 一般都是利用外件 去串人家的组件 把这个表呢 整合起来 那我们常用的 这个关联式资料库 有很多 有XS 这也是关联式资料库 MySequel MariaDB 这两个是同一个父亲 作者是相同的人 因为他的MySequel 卖给Oracle之后 他自己又做一个 类似的 相容的 Sequel Lite 3 这些都是 当然有很多 主要是 我们这一次 会讲到这两个 Sequel Lite 3 MariaDB MariaDB会了 MySequel 相当你就会了 OK 那XS 主要是 他用一个操作的界面 让你去操作 我们是直接下命令 来操作 OK